郑家 郎达拜年来了 他来干啥呀 这可真是过年听见老国教 开门看见夜猫子 真晦气 郭四 关上大门 不让他进 不能关大门 大年初一的 开门是迎财皆福 再说了 人家是来拜年的 咱得大气点 郭四 请他进来 大哥 这大过年的 让他到咱们家来干啥呀 郎老板 过年好 关长官 这是不让谁进来呀 我可都听见了 这大过年的 哪能把客人往门外挡呢 过年好 过年好 恭喜发财 不欢迎我来拜年 不欢迎你不也来了吗 这寺庙都得欢迎烧香的 只是我们老管家这庙小了点 怕是屈尊了你这位大神仙 这话怎么说的呀 把我朗达当完神了 不能不能 你说咱们这手头手脸的 往后不还得常来常往吗 是不是 是 再说了 我今天来一时拜年 还有啊 咱们这生意 是吧 还得请馆掌柜 各位掌柜的 多多关照不是 相互关照 相互关照 郎老板 别站着了 来 这边请 那个门儿看茶 茶就不喝了 我看你们这是商量事呢 说对了 商量大事呢 那算了 改日 改日我再来拜访 郎老板 这眼瞅着就晌午了 咱俩喝几杯 我听说郎老板可是海量啊 喝几杯 咱俩这酒啊 早晚得喝 这晚喝啊 还不如早喝 那咱们就喝几杯 好 那我就恭敬不如 从命了 来 郎老板 郎老板 俺家这酒还不赖吧 名不虚传 乖兄啊 你真是海量 喝了这么多酒 你脑袋清亮 说话不走板 真是佩服 佩服 郎老板才是海量 要不咋看出来 没喝多呢 来 接着喝 乖兄 喝这酒啊 我就想起当年了 当年您家老金沟 那管他把头 那是一呼百应啊 经历过几生几死 无所畏惧 所到之处 留下了英雄美名啊 你看看今天 咱们俩坐在对面 我仍然能感觉到 你那股英雄豪气势 哆哆逼人呐 不知道 将来管兄 还能做出什么 惊天动地的大事来 啥大事啊 这郎老板过奖了 那些都是老黄利了 咱不提了 我现在呀 只求两个字 散 蛋 不管神外神 散蛋 我可不信 你们管家人不是常说 你是胳膊上能跑马 拳头上能力人呐 这散蛋 跟你无缘 也不是你追求的境界 你说错了 这两个字 才是最高的境界 不过 话也说回来了 俺也不会 让别人蹬鼻子上脸 门前放屁 郎老板 我想送给你一句话 得饶人处且饶人 退一步海阔天空啊 这都喝了半天了 那你出啥事吧 出啥事啊 都不担心 你说大哥也真是的 这大年初一的 为啥要把这条狼狗 留在家里喝酒啊 这什么意思啊 啥意思啊 啥意思 这才叫有意思呢 听得到就得没错 想死好心情 喝酒啊 可不能再喝了 这酒啊 真是太有劲了 这杯酒啊 我得敬你 为什么 当年在老京宫啊 你为了俺二弟 那是以死相救 果然讲义气 说心里话 兄弟打心底里 佩服你 这碗酒 我早就想敬你 来 我敬了老板 说实话 当年也是年轻气盛 要是搁现在啊 没准儿我还没那份勇气 郎老板 你又谦虚了不是 您哪里人 海城 海城 去过 去过去过 还记得啊 这海城有个牛庄 那这馅儿并不错 那馅儿啊 是用水打出来的 那皮薄的 就像一张纸 咬上一口啊 这一辈子都忘不掉 对了 对了 还有海城的采高桥 武狮子 跑汉船 滚单滚 还有那二人转 那叫个热闹啊 杨老板 年轻的时候没玩过 玩过 采高桥 跑汉船 都玩过 那二人转 是不是也能唱两句 那咋不能唱呢 给咱们两句 那就哼哼两句 二八家人啊 小蛙 树庄 喝口水呀 不行 俺得去把这条狼狗赶走 小婷在这带着吧 就把那心放肚子里 他大舅没事 咱哥俩喝他个一醉方销 乖舅 这酒不能再喝了 喝多了 杨老板 这酒还没喝透呢 这酒喝得不少了 你看咱俩话 烙得是越来越近门了 这叫酒逢之喜千倍少啊 话不透机半句多呀 等待 等 改日 改日我在登门拜访 好 我愿意 瞧瞧 杨老板 你把鞋穿错了 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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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多了 鞋都穿错了 没事没事 不好意思 这酒啊 没白喝 老板 走稳当了 兄弟就不送了啊 管兄留步 管兄留步 此人来路不正 你们千万要小心 我走南重北这么些年 打过交道的人也不算少 今天我算是遇到了一个真正的对手 你们都记住 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 绝不能擅作主张 一定要和我商量 你是不是把这人说得太神了 至于吗 他盘腿往炕上一坐 我就看出来了 他是一个九七战马的人 他左手用筷子夹肉的时候 夹了好几次都没夹上来 但他就是不肯松手 看得出来 他是个很有耐心的人 每次放下筷子 必把筷子摆得整整齐齐 这说明 此人做事十分严谨 他还故意穿错了我的鞋 是想试试我的脚力 关东有句老话 人能走多远 要看他的鞋有多大 这是一个非常有心机的人 另外 他的身手 也绝不在我之下 原来是这样啊 大哥 那你就不明白了 这个人当初他为啥拼了命的 要救二哥呢 我也争纳闷呢 我老觉着 他身上有那么骨子味 可我眼下还真琢磨不出来 走着看吧 好大的一双脚啊 那双鞋里 还有一股热气腾腾指顶我的脚心 那可是好大的一股气啊 黑子 有此人 有此人 我应该不得了 乖 我就算了 非可图大人 管梁兄弟 你还活着啊 大人 是 莫况庚子讹难 战死那么多人 我以为你早就不在了 没想到你还活着呀 真是万幸啊 阎王爷和我有交情 上告朝廷的 死亡官员名单里有你呀 不行 我得马上电告朝廷 要付你的职啊 大人 谢谢你的好意 不必了 那哪行啊 你是朝廷官员的 你有品级的 不瞒大人说 我早就不想为朝廷做事了 大人 咱们到哈尔滨来了 我已经不在黑龙江了 奉朝廷之命 在吉林省宁安府 就任副都统之职 大人这是家官进职了 恭喜啊 这不刚从西西哈尔道这来 准备从这里坐火车 去任职呢 这宁安不通火车呀 东青铁路在牡丹江边上 黄花殿子建了一个火车站 我就从那里下车 郑强 俺妹子的烧锅酒啊 也是往那边发货 哦 过后啊 给大人送些过去 那可好啊 我就靠这口啊 大人 不如到我那小住几日 喝点小酒 在那叙叙叙酒 副拉 官身不由己啊 前任副都统 急着要去陆军部供职 这不打电报一直催着我 让我马上去接任呢 副总大人 赶紧站了 好兄弟 你我就此告别 后会有机 后会有机大人 刘哥 找我 兄弟来了 兄弟 我跟你说个事 从长外山啊 来个土老客 山上带了几宝杀金 最关键 他有三颗老山身 这样 咱们跟他一起大骂吊子 把那些东西都养过来 哥 算了吧 上回马车那事 我跟我哥呢 听见了 我哥是真急呀 这要再玩 再说我也答应他们了 再玩 兄弟 你可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这不是你的性格 咱变成老鼠胆的呢 这可让哥瞧不起你啊 你说你 你现在没人来钱的道 一家三口人就在你妹 妹夫那儿吃啊住啊 我都替你联合 快坐下 坐坐 坐下坐下 天哥好好跟你说上 兄弟啊 我知道 我知道你不是窝囊费 你不总想发点大财吗 咱总得让老婆孩子过得好点吧 眼下 那图老帽那三颗老山身 那个直银子呀 你说你又是打马掉的高手 你总不能看着钱就在你眼前 你不去拿吧 这样 这次啊 你就算帮老达子一回 好不好 以后咱们都听你哥的 你想想 最后一回啊 最后一回 你可别让哥知道啊 咱们都弄了 咱们都弄了 大哥 这都一天了 二哥还没回来 不用问了 盈子 最近一定要长足精神 家里要出大事 占拳 老小 还会说 也没错 我睡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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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智障说 我睡会儿 别闻 白白 胡乱 大三一元 二爷爷 给钱吧 二爷爷 给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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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给钱吧 爷 就这么多了 诸位 我看今天就到这吧 再玩吧 我这有呢 爸 你就到这吧 今天二爷手风也不顺 老爷 二爷 这儿给二位看哪儿了 先走一步 老爷 我也先告辞了 各位爷 走了啊 兄弟 你今天咋整的呀 这手气也太臭了 你说你不仅把原来营的银子 还有马车 马车押上了 你说你这一冲 你看啊 你还立了字句 把你住的房子都押上了 我怎么今天 觉得这牌 好像不太对呀 咱俩合伙 赢他呀 怎么我输了呢 今天这场马车押上了 今天这场马车 有鬼吧 是车哪儿的话呀兄弟 咱们可是汉子 赢得起输得起 认赌服输 你不能一输了 你就往人身上扣屎盆子 不是我说你 今天哪 你就是太贪心了 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呀 你看 字句都在这儿呢 放心 我也不逼你 我不能马上收你房子 咱们俩是什么呀 生死弟兄 我能那么干吗 不过呀 往后有些事 你可得听我的 老大子 你就为了这套房子呀 那房子 也根本看不上眼 我想你妹也不会在乎 可你哥管梁在乎 她要是知道 你打马轿子 把你妹妹的房子 输给了我 她会饶了你吗 你们家里肯定会打得鸡飞狗跳 人养马翻 你说你在你们家里 怎么抬头啊 你让外人怎么说你呀 没脸呢 其实我也不想让你干什么大事 我只不过呀 你没事把你们家酒厂的事啊 你们家里的事啊 跟我道伍道伍 就得了 你放屁 老大子 你这就是想让我在我们管家做个内奸 骗我哥 骗我妹是不是 做梦 这房子是你赢的 给你 我欠你的钱 我一定还你 抽眼珠子 我给你抠 卸胳膊卸腿 我给你卸 我告诉你 你想让我做伤天害理的事 没门 好 有选项 还是当年传崴子那个劲儿 也喜欢 可是 您老人家的胳膊腿 我要他干什么呢 我现在要我还当初救你干什么呢 哥是那种人吗 哥是你的亲兄弟 患难的兄弟 哥不能那样做 哎 哎呀 哥哥好说话啊 可是我那些弟兄啊 哎呀 就不好说了 你说他们都驴行八道的 你说心狠手辣 还愿意吃惊 万一 对你的家人老婆孩子 咋咋 我就没周年了 我哥说你是个少类 你还真就下了个头 让我往里钻 我今天告诉你 我的老婆孩子 你要敢动他们一根毫毛 我要你的命 不信你试试 听众来了 够学性 够爷们 可你别嘴硬了 哥哥可了解你 心里打鼓了吧 没关系 哥手里还有一件大事掐着呢 你忘了吗 你忘了吗 哥可以提醒提醒你 你杀了蒋世达你忘了吗 没忘了 好 蒋世达是谁啊 是你哥哥心上人的爹 你哥哥会怎么样 我杀蒋世达是替父报仇 蒋世达是我仇人 也是我哥的仇人 他知道又能把我怎么样 嗯 这句话说的在理 可是官府要知道 这个事到底是谁干的 又会怎么样 大不了一命第一命 我坐到牢去 我的好兄弟 你想的太简单了 你说你把皇上召见的朝廷命官给宰了 这是要掉脑袋 灭九族 段子绝孙 就连你爹你妈的坟 连老祖宗的坟都在给你刨了 好 怕了吧兄弟 你到底想怎么样 我不想怎么样 哥哥我是个重情重义的人 只要你听我的话 咱们还是过命的兄弟 哥哥我不会坑你害你呀 我不单不会坑你 我还会帮你 会帮你们全家人保住性命 哥哥是真心为你好啊兄弟 我会让你很快有钱 让你发大财 你说你看着你老婆孩子全家人 过得舒舒服服 这不好吗 别说了 我可以听你的 钱不钱的我不在乎 你不能危及我家人的性命 老爷 这怎么话说的兄弟 哥哥既然答应你 哥哥说话就是个钉 可是你得听我的话 你要是不把真情告诉我 要跟我弄虚作假 你好好掂领掂领 我会怎么做 我可以说的 也就是个态 滅了管老二家的九族 咱不如干脆去报关 蠢 管家要是被灭了族 他所有的家产都得充公 我能得到什么 再说了 他老管家死那么几个人 又算得了什么 爷的目的是 爷的目的 爷的目的是要把老管家 所有的财产 全都弄到他手 我看你了 大哥 老二 你这一天都干啥去了 我 我 我上松花江边上走走 哥呀 这些日子出了不少事 我这心里也堵得好 我琢磨着 我是不对 你说这一家三口住的妹妹这 连吃带喝的 我 我还耍钱 还给你生事 哥 以后我再也不了 我 我听你的 你放心 这才是我的好兄弟 我坏了吧 你大嫂给你留着饭呢 快吃点去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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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了 我说 今儿说一天跟朗达在一起 脸儿最后不知道以为啥还吵起来了 他要是知道你打马吊子 把你妹妹的房子输给了我 你杀了蒋世达你忘了 蒋世达是朝廷命关 这是要掉脑袋灭酒族 段子绝孙 就连你爹你妈的坟 连老祖宗的坟都在给你跑咯 你干嘛 那你又留不留情便 所以我看你的心很疼 告诉我你有什么事情在你的心里 我感觉没什么事情 没事 我呀 我呀 你也在你的心里 最近这几天睡得不好 我也头疼 睡睡觉就好了 睡觉就好了 谢谢大爷 老板 爷您来了 老弟夫 不要有人来打扰我 得了 一壶上好的碧罗春 什么 咱们好得比较特别 好 咱们好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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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别打 寡二爷 丁小七 郎达 下手够狠的 我就这么死了 那我现在就是个死人华 可真是阎王老爷 他不信恨我呀 郎达 真阴险哪 你打算怎么办 我打算 杀你 兄弟 你现在杀不了我了 你还是当年的官司 打打杀杀 可郎达已经不是老金库的郎达了 现在只有我杀你的份儿 好吧 郎达 我今天舍在你手里 要杀要刮你就随便 我要眨下眼睛 我就不是条汉子 常规的 爷 我出钱你出力 把这人给我埋了 要是走落半点风声 要是走落半点风声 小心你的狗命 是 兄弟 我不能杀你 你是我兄弟 可是你现在 手里有两条人命 你说这杀人得长命不是 我还是那句话 没事啊 把你们酒厂啊 粮食啊 你们家那些事跟我得不得吧 你要是听我的 咱们怎么都好说 可是你要是不听我的 这次我一定让你金关蹲巴黎子 而且我还得让你亲眼瞅着你妹 你哥 你们全家人 一个一个的 死去 是 你 我 大哥 大哥 来 九总算好了啊 一共十七车 你为什么 就等出发了 太好了 路上小心点 老大 每次都让你亲自去送货 真是难为你了 没事 这不是常事吗 老大 多多保重 多加小心啊 不是你们这是撒了 走走走走走 走了 小老板 王老板 来了 我让你去找粮食的事 怎么样啊 他们都去了 还去了王康镇了 有的地方没粮 那些有粮的呢 能跟他们说好了 近些日子就让他们买 这粮的早点收完 叔 你看 咋这么多人定酒啊 是啊 咋这么多人 平常也没见这么多人定酒啊 真咋那么多人买呢 是啊 展规子 这哈尔滨这么多烧锅 为啥都到这儿来订火啊 别的烧锅不知道咋不给定 自然就到这儿来 再说这儿久好啊 叔 这么多人定锅 这下更好了啊 我觉得这事有点怪 你先回去吧 哎呀 管了吗 管了吗 哎呀快里边请 里边请啊 哎哎哎 哎大哥 大哥 最近这订货的人 是不是越来越多了 多了 咱们家已经签了好多订单了 大哥 对于咱们家这酒饭来说 那可是大喜事啊 说明咱家的酒 在各地都打开销路了 娘子 你不觉得奇怪啊 这有啥奇怪的呀 咱们家酿酒 商家来订货 订得越多越好啊 是 可是我觉得这里边 肯定有事 你别大意了 这老大在外面送货 得些日子才能回来 你可得多长个心眼 别走那窟窿窿上去 大哥 是不是咱们家买卖好 你不放心 多想啊 你看 这来订货的那么多 还先进屋忙活了 快去吧 下着雪呢 赶紧进屋里去吧 来来来 里边请 一路辛苦啊 老老板好 你好你好 快里边请 我这外边下个雪呢 快 把先生的雪弄弄 都几乎暖和的 大哥啊 你看看 你看看 最近这酒的订单 咱们是接了多少 可是不少啊 就是库存里的粮食不够 得多尽些粮食回来 要不然生产就会受影响 娘子 我想咱能不能退掉一些订单啊 大哥 这可不行啊 做买卖就怕没订单 你这还往外退 一退的话咱信誉就没了 谁还跟咱做买卖啊 就是啊 大哥 你想没想过 这要是退了订单 得赔商家多少钱呢 得赔个底朝天 这可退不得 可我总觉得这里边有事啊 是不是 有人给咱被地理捣鬼 谁 你这净瞎猜 谁给你捣鬼啊 你有啥证据啊 真是 那老瞎猜 干脆你就别做买卖了 话是这么个灵啊 可是我这心里啊 大哥 咱们还是商量 商量买粮的事吧 那好吧 听你们的 我前天找人到城外 看了几个地方 咱们就去雇香腿 新发腿王刚站去修量 明天一早就动身 事不宜迟 我们是收粮的吧 是大叔 拿事来收粮的 来玩了 全西发腿的粮 全都卖了 全卖了 咱们现前来人说好了 要来买的呀 过去的老黄猎 还翻他有什么用啊 今儿下场 大伙都把粮都卖了 他们价格比你们给的高 那谁家给买走了 没打听 我们只管卖粮 不问别的 没聊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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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王少爷 你好你好 你们咋才来呢 咋啦 王岗镇的粮食 昨天插一根 全卖出去了 王小爷 不对啊 您不是答应卖给我的吗 咋要卖给别人了 是啊 昨喝 来人收粮 可那些装户人 先还是不卖 可人家提了价 把人心都挣活了 我去拦了 没用 谁不问钱使劲啊 那王小爷 那都是啥人呀 我真打听来着 可人家不尿咱 就说了一句 多嘴多舌 当心牙没了 啊 那我知道了 谢谢您 王小爷 走了走了 回走了 驾 东家 新发腿的粮食提前让你给收走了 啥 咋回事啊 东家 顾湘腿的粮没了 咋回事 不收好卖给咱们 咋没了 是啊 可昨天下场有人提前给收了 出的价比咱高 哎 这不见离忘义吗 出锅 王杠子梁 昨晚上也让人收走了 没错 先前他们这些人是不卖的 可后来 还让人抬价收了 这怎么都这德行啊 行了 知道了 你们先回去歇着吧 大哥 这咋办呢 看着了吧 这手法都一样 这里边肯定是有事啊 这能有什么事啊 我估计啊 那就是碰巧了 不会那么巧 这是有人背后放冷箭啊 还能有谁啊 肯定是那只狼偷着下的口 按这就去问问 娘子 没用 人家花钱买粮 既没偷也没抢 你说不赢告不赢啊 那咋办呢 来 妹子 我觉着啊 现在当务之机 还是把粮食买回来 咱不能让人 掐着脖子给掐死啊 对 这次咱走远点 到宾州 忽兰 汇发恒去联系 咱先给定金 咱们 咱们 真气死我了 东家 这套汇发行又白跑了 白去空回 又让人抢了些 是啊 这不活气死人吗 这活 东家 咱定的粮 又提前让人高价给收走了 图里的人 把定金都退回来了 你说 咱是不是去更远的地方买去 不用了 上太远的地方 把粮买回来也晚了 东家 俺觉得是怪 你说咱们不管到哪地方收粮 都有人抢先一步 哪能全那么巧啊 咱们这儿一定有人是内鬼 俺也是这么想的 这事就怪了 知道去买粮的人 也就这么几个 再说了 都是自家人 也没有不托底的呀 是啊 你们俩在这儿盯着 俺到厂子去看看 看还有多少粮食 说 陈泽 又有啥情况 风在梁号那边呢 什么情况都没有 都觉得正常的 我知道了 你再接着去盯着 看还有什么情况 一个都把他放掉 我只能不能送上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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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掌柜 您来了 正想找你呢 什么事啊 大九四 东家 酿酒的粮不多了 得快些进场 是交不出货 尾了约 展可赔不起 酒厂都得破产 俺知道 这些事 俺都想到了 部门大救师 这背后啊 有人捣鬼使绊子 现在是处处都买不到粮食啊 真急 东家 赶紧回去看看吧 好多展会都提前来取酒 前面都乱了 知道了 大救师 俺先过去看看 老大 回来 老大 回来 老大 回来 找回来 团长官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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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长官的都来了 团长官 说说说说说说 各位掌柜的别着急 有话慢慢说 啊 慢慢说 团长官的 哎 安可听说你粮食不多了 安定的酒 你可要按期供货呀 哎呀 普掌柜 哪能听风就是雨呀 到时候来提货就行了呗 咱还敢信你吗 我听说你们快没粮食了 快破产了 这听谁说的呀 哪有的事啊 行了行了行了 你可别瞒我们了 无风不起浪 对 这大街小巷都荒荒变了 你要是再酿不出酒来 那可坑死我们了 对 这一大街小巷 你让人变了 你要是真酿不出酒 我们真不想做呀 大伙儿听俺说 有话一个一个来 李掌柜的你说 听说你们要黄铺了 那可不行啊 我那可是外地发货 到此不发货 那你可坑死我了 我告诉你管理会 你要是让我不好喝 你也别想活 对 你也别想活 对 你也别想活 不为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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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俺说两句还不行吗 你们该说的都说完了 那是不是也得听俺说两句啊 各位掌柜的 现在背后是有人挤对俺 给俺背后使话 是吧 这你们应该也都看出来了 要不然谣言哪能这么多呢 不管咋说 你们手里握着 订货的契约 到时候你拿这个货单来取货 拿不到酒的话 找俺算总账 那也不晚呢 是不是 要是你找我 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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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生气 别生气 有什么大不了的事 过来过来 坐着坐着 你摔东西也没用啊 怎么回事 跟哥说 二哥 咱们家出现内鬼了 你赶紧去帮俺查一查 看看这内鬼到底是谁 他怎么那么心狠手辣啊 他想害死俺吗 只要把这内鬼找出来 俺非巴了他的皮不渴 妹子 你别胡说八道啊 咱这是什么内鬼内鬼的 妹子 我琢磨着啊 咱这买卖呀 估计是撑不住了 神仙来了也不行了 干脆趁现在卖了吧 卖了 二哥 还能舍得卖吗 这份家业 可是俺和老大辛辛苦苦攒了多少年呢 那付出多少心血才攒下这点家业 再说了 他也是咱们管家 上上下下几十口人的容身之地呀 这要是卖了 那咱们全家人就得蹲大街去要饭去啊 俺不能卖 俺说啥也不能卖 无论如何得想出办法 保住这份家业 保 拿啥保啊 到时那些人来追债 咱一文钱得不到 还得拿出一笔巨款赔给人家 咱们全家都得跳松花将去 不如趁现在赶紧卖了 把订货的契约全都转给下一家 还能弄点钱 这也是条活路 明白 咱们家厂子现在这种状况 谁能买呀 这买的事啊 我跟小伙计我们俩已经出去打听去了 买的倒是有 就是 就是给的钱太低了 这跟白给一样 咱也不能卖给他 是吧 你不信你问问小伙计去 这不还是死路一条吗 妹子 要不 我 我撕破了这张脸 我不要了 我去找找郎达吧 郎达 这套肯定是郎达下的呀 二哥 你咋能想到找郎达呢 你是不是跟他穿了一条腿裤子呀 是不是你在帮他害你亲妹妹呀 是不是啊 胡说 是不是 狗咬吕洞斌 你好心当成驴肝肺呀 俺俩是不错 但也没谈家里人亲呢 你要这样 我还不管了 什么不管呀二哥 别吵上了 我都听着了 有啥事回家说去 哎 ahh 老管那粮啊 买不着了 裤里干羊子了 管人老娘们妈爪丰了 他巧妇也难为五米之炊 还有呢 我领咱那弟兄 在干人可哪吵吵 说谭家快黄摊了 那些订货的傻子们都去闹他 管兴那老娘们先造蒙圈了 我还以为老管家多嚎嚎呢 也不过是耗子扛枪窝里斗 热闹 看吧 好戏还在后头 行 荣泽 咱这九城 真的就没救了 九城 真的撑不下去了 要垮了 文水 这厂子非得卖给朗达 现在看也就只有这一步了 我跟咱们小伙计出去赚了好几天 这谁都不买呀 也就朗达能出得起这个钱 那也不能卖给他 大哥 这是明摆着的事 这坑就是朗达给挖的 他成心想让咱们往里跳啊 反正 俺宁可死也不会把酒厂卖给他 英子 你恨朗达 这我知道 但这是买卖 不能意气用事 做买卖讲人呗 没有永久的朋友 也没有永久的敌人 那讲的是利益 咱要的是条活命的 你卖谁不一样啊 反正不能卖给他 英子 这酒厂 咱绝不能卖给朗达 当初 你们说把厂子让俺管 俺没同意 可是想呢 过几年清静日子 可现在到了这生死关头了 俺绝不能坐视不管 英子 你要是信得过大哥 就把酒厂交给我 哥要是侥幸能把厂子救活了 再还给你 你看咋样 大哥 大哥 这酒厂到了这节骨眼上 你能说出这话来 你还让俺说啥呢 好 你等着 大哥 从今往后 俺就把家和酒厂都交给你 你想咋办就咋办 俺都听你的 俺妹子 现在把酒厂交到俺手里 也不知道 大家能不能幸福 信 老叔 大伙都幸福 你就带着大伙干吧 大哥 听见了吧 大伙都信任你 行 有你们这句话呀 我这心里就踏实了 咱们来说说咱们这酒厂 大伙说 咱好好的一个酒厂 为啥会变成今天这样 那是因为啊 外鬼要下套 内鬼送绳子 外鬼要杀人 内鬼递钢刀 不揪出这内鬼 咱们就是死路一条啊 好 大伙跟我来 列祖列宗在上 管梁有事平革 家族兴旺 后世平安 是祖宗的夙愿 而如今 产业将毁 深处险境 不清内鬼 担保家人平安 望祖宗明鉴 全体公有是公 祖宗家人是私 无论在公在私 我都不会姑息养鉴 来人 把关水拔了 爷 管家烧果已经开始闹起来了 这娘们 就是带落神仙 也无力回天了 等管英怂了 咱就用最低的价钱 把她那酒厂拿到手 爷 咋不高兴呢 这管梁 也该出手了 管梁 你为啥帮我 为啥 你给我说清楚 那我就说清楚 你就是内鬼 你血口喷人 管老大 我知道 你看我不顺眼 我知道你这几天要整我 想踩着兄弟往天上爬是吧 那我成全你 来 你喊够了吗 你背着家里人 跟郎达来往也就罢了 我万万没想到 你竟然跟郎达串通一气 坑架害臣 你胡说八道 喊到各烧果已经查过 是郎达故意不让你 让他的酒房往外订货 那些酒商只好到咱这来订 之后 他接收了咱要买的粮食 又煽动各山户到咱这来闹 而故意透露买粮时间和地点的人 就是你 你以为你做这些案不知道 你真当俺是瞎子笼子呢 我有个事儿 我没干过这些事儿 你在老金沟和回风口那谷子 这是哪儿去了 男子汗大丈夫敢作敢当 你是不敢认账吗 还是忘了 金沟 你来提醒提醒你二叔 二叔 纸上抹黑没不了 你就别嘴硬了 二叔干了啥 俺都看见了 听见了 我先听丁小姐的手下议论 说你把俺姑子房子 输给了郎达 金子 快说 你还知道什么 咱再说说咱买粮的事儿 第一次 咱商量完之后 去了新发 故乡还有王杠 你呢 就去了丰太粮行 是拐了几条街才去的 说得没错吧 第二次呢 咱们要去忽兰 宾州和惠番衡收两 你这次写的是纸条 偷偷给了丁小七 还告诉他 让他马上交给郎达 俺还看见 郎达每次得到消息 都陪人去他收粮的地方 二叔 我说得都对吧 你还有啥可说的 我没啥可说的 我认罪 去 要说要赢 你随便吧 过 姚二哥呀 你还是不是老管家的人呢 你咋能那么害我 文春 你还能害我呀 你是个混蛋 你犯了 看见 你不懂 我是为这家好放屁 为家好 你充当内鬼坑家汉场 真是为家好 我今天要不教训你 我就对不起列祖列宗 和圈长的光友 我是好心没好抱啊 想整治我是吧 来呀 我要坑一身 我就不是条汉子 来 你有种 我就成全你 别了 大东家 别打了 他改了就成了 行 我今天 别让他找不着技巧 大哥 大哥 别打他 别打 我都看着他 别打 我都看着他 你别打 他 他不是我大哥 我不认他 你真是死了悔改 给我看 大哥 大哥 我叫你 别打他 别打 我叫你别打 你看着 你别劝他 你快站住 站住 快抓住他 水 你快抓住他 水 你快搅儿 怎么 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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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穿上 姓郎呢 你不会是个姓郎的 你害死我了 你说你肚子疼 你也不能怨造我爷爷呀 全都败露了 全都败露了 我给你送信的事 我哥全都知道了 管英把厂子给了我哥 他把我打了 我哥把我打了 我现在哪儿都去不了 快穿上吧 去不了正好 跟着哥我呀 你哥现在也没多大蹦头了 他现在就是秋后的蚂蚱 他没粮食 拿西北风酿酒去 再者 所有的货主债主 都闭上门来 还不得把你哥给撕巴了 往后啊 就跟哥好好干 错 大哥 别生气了 喝口热乎茶 你说啊 这二哥也是 谁也想不到 他能干出这么多缺德事儿来 还不思悔改 他那是鬼迷心窍 你说这自家兄弟 咋就弄成这样了 你打得是不是有点太狠了 我不恨 他能记得住吗 话又说回来 谁舍得打他 那每一鞭子 都抽在俺心上 我不能眼睁睁地 看着他走上邪路去 可他就是做得再错 那也是一家人 管梁 还得把他找回来 大嫂啊 你还不了解啊 从小二哥犯错误 惹出货来 都是大哥收拾的 放心吧 二哥他不会记仇的 说不上哪天 自己想过味儿了 就回来了 大哥呀 俺现在心里愁的 还是粮食 这库存的粮食都见底了 咋办呢 天踏不下来 各心里有数 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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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事 大喜事 大喜事 扎扎呼呼地干什么 这场子都快黄了 哪来的喜事啊 天上掉粮食了 好多粮食呢 睁着眼睛说瞎话 哪来的粮食啊 能骗你吗 行了 别摆关子了 是不是提货单到了 提货单到了 好几车皮呢 吹咱去火车站拉 东家 这是提货单 提货单 大哥 这还真是提货单 咋回事啊 俺都糊涂了 之前我就知道要出事 我提前给宁安府的 fake毒大人排去电报 让他帮助咱们 大批的收聊 用火车运过来 大哥呀 你可真有办法 那为啥不早告诉俺呀 早告诉你 你那火爆脾气 能搂得住啊 还不搂出风去 是是是 现在得赶紧 把粮食运回来 国字 我亲自跟你去 来来来 大哥 好 你可别忘了 才不忘了 你可要给你 我本来 管哏 你可不要忘了 从来 冲击 你可不ポする 我 我 一路辛苦了大哥 回后回歇了大哥 辛苦了 你们大伙把粮食都卸下了 马齐了 放心吧 东家 同学们 今天就到这里 散会 学长再见 余校长 有句话不知道该不该讲 你说 我想读书会以后有活动 能不能到我那儿去 你这儿容易引起别人注意 我那儿不会 你不怕吗 余校长都不怕 我怕什么 谢谢你 余生这两天 一直念叨你 晚上到我家吃饭吧 今天不行 我 来 坐 我刚刚接到通知 我要去南方一趟 行中会召开一个紧急会议 行中会 朝廷和官府 害怕行中会 那是因为中山先生 提出了驱除大陆 恢复中华 创立合众政府的主张 就是要推翻大清朝 建立新政府 可听说南方有过几次暴动 都没有成功 你这次去 也是谋划此事 是啊 跌倒了 再爬起来 很久奋斗 我就不信天日不开 可做这种事 是要掉脑袋的 面对刀总 人人之事 停而影之 江老师 要想改天换地 就必须要有流血 要有牺牲 无需变法之事 康广人 谭思同党六君子 不也是流着热血 令国人静养而觉醒的吗 小法先仙 为民蹈火 乃治势本色 我作为中山先生的信奉者 追随者 我自当不怕凶险 那 你是要留在南方吗 不 我一定会回来的 流云之火 应遍地燃烧 我要点起北方与南方的 呼应之火 我支持你 可是 你要小心 于校长 这里没有于校长 只有于建飞 你叫我建飞吧 管梁 新七的茶 喝一口吧 好 写啥呢 给飞客渡大人写封信 感谢他 帮助咱解了燃眉之急 顺便告诉他 我给他送过去一些 咱的烧锅酒 我先回来了 你先打开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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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你刚才这么一说 我真是惊出一身冷汗啊 没想到我走的这个日子 发生这么多闲事 他大舅 多亏你了 一家人客套啥呀 英子 我说过 等厂子就活了 我就教权 现在老大爷回来了 按说话算话 不不不 别别别 大哥 我和英子商量了 不管啥时候 这个堕泥掌 你想啊 你已经在马背上了 马儿跑得又挺坏 这时候你咋能下马呢 就是啊 大哥 咱们这次虽躲过一拳 可还要防人一脚啊 再说了 那狼打指不定还能干出啥缺德事呢 俺和老大哪能抵得过呀 大哥 俺不管了 从今往后 俺跟老大就听大哥的 给你打下手 管梁 他们说的在里儿 等过些日子再交吧 这 大哥 那那个 骂子 その说 Datab 那有什么诊 from here 有什么诊施 什么诊施 不认识点 in fact 我老大 我老大 老大 你不认识点 你不认识点 我都想再问一项 你不认识点 大哥 什么事啊 斐克图大人说 山洞正在闹灾 鸡民遍地 粮食齐缺 护木呢正在蒸粮 我看 我看 有些人有些人 有些人有些人 这机会来了 你打算往山东卖粮 是 大哥 你要发国难财 定子 咱咋能发国难财啊 你想想 咱这粮多价低 要是用火车运往山东 这一能帮了山东的灾民 这二咱还能小赚一笔 这岂不是两全其美的好事啊 可不是吗 哎呦